嘿,小战,好久不见,气色不错,还是那么精神和阳光,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贾总好,上期奥迪的小伙伴们和车主朋友们,大家好 上次拍摄的时候,我们一起聊过对于进取的理会和理解 哎呀,有好段时间没见了,小战,有什么新的感悟可以和我们分享呢 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我来说,进取的这条路从来没有犹豫,也必须向前 即使接下来前进的每一步都是未知的,也要做好迎接每一步的挑战的准备 嗯,没错,上期奥迪呢,也是这样的,我们不忘初心,不曾犹豫,坚定的向前 小战啊,一定要来我们上期奥迪的社区,和我们一同来建设更加美好的商业会 好啊,一定来,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社区呢 嗯,这是上期奥迪啊,对于以用户为先,所做的一个全新的个性化的诠释 来打造一个陪着我们进取向前的社区和进取者们一起同行 好啊,这听起来非常不错的样子,那我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我相信啊,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大家会更愿意去分享生活中的美好 这也都是源于对生活的热爱,每一个热爱生活的姿态,都是进取的态度 嗯,这句话说得好,进取才有未来 来上奥会,我们一起进取会未来 我呢,一定要用这句话,作为我们这次上期奥迪品牌日的主题 其实呢,上期奥迪打造的每一份惊喜 都是基于我们踏踏实实造车,认认真真做事 这样,每台车也都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理想的归属 非常的认同,踏踏实实,认认真真 这才是我们面对每一件事情的自我态度 看来这一次品牌日的新产品,也一定像您说的这样 是我们上级奥迪全新个性化诠释的一个标志了 我认为,上级奥迪创造的这种全新的变化 汇聚了一群热爱生活的人 当然,这也让品牌变得更加的温暖,美好和亲近 嗯,是的,所以品牌日这次呢,我们还有一些好朋友一起都来参与了 那作为上级奥迪品牌代言人,也和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 即将要加入我们的好朋友们吧 大家好,我是上级奥迪品牌代言人肖战 很高兴得到这么棒的一个消息 欢迎即将加入我们上级奥迪红圈的老师们 也很高兴上级奥迪的世界多了你们 同时也欢迎和我一起加入我们的上级奥会 一起进取新生,一起分享热爱 圈祝更多美好和未来